古巴裔裔人士加西亚·佩雷斯 在古巴作为政治犯坐牢将近20年 他是国会邀请的来宾 佩雷斯携带这样的信息来到华盛顿 佩雷斯和他的妻子受到国会众议院议长佩娜的邀请 到国会旁听总统国情资文演说 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蒂南则邀请被古巴军人打死的 一位古巴裔美国活动家的女儿参加国情资文发布会 他们跟我们说要对独裁政权采取强硬路线 而不是赠送礼物 取消贸易禁运 取消制裁 我们非常高兴艾伦·格罗斯在被监禁多年之后返回美国 艾伦欢迎你回来 星期二在国会大厅内就坐的 还有满怀感激之情的艾伦·格罗斯 他先前是美国政府的一位合同工 他是作为白宫邀请的来宾旁听国情资文演说的 他一个月之前刚刚走出古巴监狱 尽管恢复哈瓦那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是单方面的决定 但是奥巴马总统再次要求国会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 我们改变对古巴政策有可能结束西班球多年来的不信任 消除古巴实行各种限制措施的虚假理由 支持民主价值观 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 但是拉美问题专家卡尔·米查姆说 在古巴问题上两党意见不一 并不意味着国会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 我想我们会看到比我们想到的更多的变革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解除贸易禁运 但我想国会会改变对美国古巴双边关系问题的看法 美国特使和古巴官员星期三将在哈瓦那开始正式会谈 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